这边这个住宅区还是挺安静的 哎呦这摩托车车祸来了 摩托车开的比较凶啊 这边还有一个中国餐馆 四串餐厅和酒吧 前面就是福塔了 这边一个小型的菜市场 有卖蔬菜水果的 到了这个福塔 还是非常壮观的 有很多鸟 很多鸽子应该是 我先围绕这个福塔走一圈 最后再进去瞧一瞧 先在外面看一看 现在差不多七点多钟 还不到八点 先在外面转一圈 看一看 这么多鸽子 他们都在吃这个玉米 地上撒了很多玉米 这鸽子好敬服啊 吃不完的玉米 我往前走 这个是藏人的福塔 你看这些来求拜的人 三步一跪 人挺多 你看他又跪下来 三步一跪 好 我也跟着大家一个方向走 我现在发现了 大家都拿一串竹子 他们这么绕着圈走 就是拜佛的应该是 应该是拜佛的 有很多人还念念有词 我也跟着大家走 现在太阳开始升起来了 整体上来说这边挺安静的 大家都在安静的走路 这个商库大部分还没开 也有路边摊卖衣服的 从这个角度看下这个福塔 我看很多本地人都在喝这个奶茶 就是路边摊上搞了一个水瓶 卖的奶茶 这个是卖奶茶的 我也搞了一杯 尝一尝 路边的奶茶 我来喝这个奶茶 还是有很浓的一股香味 里边放了佐料 喝起来味道稍微有点怪 但是总体上可以接受 还是不错的 这些尼泊尔人都在坐在地上喝茶 这个卖茶的给我搞一个凳子 刚才沿着大福走了一圈了 又喝了两杯奶茶 现在呢 我进这个大福来看一看 好 我们进去了 哎呦 人挺多的 进来看一看 进来看一看 哎呦 上不去 关门了 好像是 关门 好像上面不知道为什么不让上 这边有个浮像 我们看看这边能不能进去 这边 哦 这边也不让上了 你看这锁着门了 这个佛像怎么现在都不让进了 完了 上不去了 只能在外面瞧一瞧了 好 给外面拍个像 看一看 看一看 不让上了 你看这周边的建筑还是很有特色的 尼泊尔是福教的发源地 这个佛塔是尼泊尔最重要的佛塔 所以这应该是福教的世界上第一塔 我已经跟着大家走了三圈了 给大家看一看 这是加德满都闹市区的街口啊 挺乱的 人很多 车也很多 这是加德满都市中心的街 你看非常破烂 修这些建筑用品就堆在这个街上 地面也很差 到处是坑 市区建设非常糟糕 这些电线 赶着这么多电线 看起来非常震撼 看着头都麻 我后面是一个集市 很热闹 到处是人 在卖菜和水果的 我决定进去瞧一瞧 好 跟着我看一看 这边是一个印度的寺庙 这边这一条街呢 就是市场 好多人 里边还挺长的 有卖 蔬菜 有卖水果的 在这边 卖玉米 卖蔬菜 各种蔬菜 这边还有卖鲜花 我去里边瞧一瞧 往里边走一走 看看热闹 有很多卖这种西红柿的 我往里边走 这边是各种的蔬菜 这边也是蔬菜 各种青菜 有很多卖蒜的 他们我估计 尼本尔人还是比较喜欢吃蒜的 有姜蒜 和这种辣椒 你看各种各样的辣椒 各种各样的辣椒 看起来都很辣的 下面是市场 上面我看看这个建筑 这些房子都很破 给大家看看人多少啊 全是人啊 走都走不动 这个市场都是卖菜的 我看这边有一个卖这个杂小圈的 我准备买一个尝一尝啊 准备 2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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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元 OK 买两个20卢币 买了这两个 用报纸包上的 两个20卢币 差不多刚好一人民币 这两个啊 我来尝一尝 刚炸出来的很热啊 我尝一尝 没什么味道 就是酥和椒的味道 感觉里边就是一种 没有墨碎的面粉 像这个面粉杂子 很不一样 吃起来也不错 给大家看看它怎么炸的啊 哇 很快的速度 它炸出来一下就卖完了 大家你看这边几个人 都是排斥队在等着 现在来到了四区这个皇宫了 环绕一圈 给大家看一看 这个房子还是很大的 造的也挺壮观的 基本上是红砖造的 看起来有点年久失修 正在修建了 加固一下可能 好我们往前面走一走看看 这边好多人 估计他们在这个小庙 烧香了应该是 走近看一看 这边有个 硕像 然后呢 大家都在里边 应该算是烧香的 我估计是 好我们接着往前走 很多人我也抽不进去 这边你看里边全在 准备在重新修建可能 估计可能年久失修了 他们挺大规模的在修啊 这边你看 搭着棚子都在修 好我们走到侧面了 这边也是啊 整个这个皇宫还是很大的 你看这些 门呢和上面呢全是木头造的 这些木头很结实 很多 刻的这个图案 还是挺漂亮的 很多图案 后边也是啊 这边这个也在修复 这边还不让进 这个 我刚才看了 这个白房子应该是 最后皇宫住的地方 现在也不开放 这边 怎么办 这边